劉浦山魚市場的碼頭 我們的同事見到有一堆可疑人物 大約是三、四個 他們正在碼頭附近搬運一些貨物 我們私義他們是從事一個走私活動 因為他們將那些貨物一箱箱搬上一隻快艇 它是藍色的船身 十米長約兩米闊 並且船上沒有船隻登記號碼 當他們差不多將貨物搬上快艇之後 我們見到司機成熟 我們在陸上的人員立即進行追跡行動 當對方的團火見到我們的執法人員衝出來的時候 他們很快將貨物收拾好 並且人們跳上船隻然後駛離開馬蹄 水警的同事也有進行停市的警號 包括用廣播器、燈號去迫令懷疑走私的船隻停航 但是對方不但沒有停航 並且仍然朝著邊界界線向內地的方向走去 水警小禮分區有經驗的舵手 他們不但能夠很成功地壓制到這隻懷疑走私的船隻 並且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迫令他們不能夠向大陸方向行駛 並且可以壓制到他們回到劉浩山沿內的岸邊上去 最後這隻懷疑走私的船隻失控 踩上其中一個碼頭 當這隻船踩上碼頭之後 上面的人群 即3、4個懷疑走私客 他就四散了 我們很快速在現場 把船固定了 兼且在船上檢望了一批懷疑走私的物品 經過點算過後 我們檢望了共有40箱的物品 裡面全部都是一些疑手 或者用過的手提電話 或者是一些電話零件 那麼初步點算 市值大約是800萬港幣